10月11日,中国第一艘氢燃料电池动力船三峡青州一号 从湖北宜昌三峡游客中心出发,在长江宜昌段水域完成首航 这是氢燃料电池技术在类合船舖应用零的突破 对推动氢化长江进程,加快类合航运绿色低碳发展,具有示范意义 三峡青州一号由三峡集团,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 中国船舶第712研究所和中国船集社等共同研发建造 该船为钢铝复合结构,总长49.9米,行宽10.4米,行深3.2米 乘客定额80人,氢燃料电池额定输出功率500千瓦 最高航速28公里每小时,续航里程可达200公里 交付后用于三峡库区及三峡隔着坝两坝间交通巡查应急等工作 根据车上,相比传统人游的动力船 三峡青州一号每年可替代人游103.16吨 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343.67吨 近年来,国家明确提出青能产业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重点发展方向 为此,三峡集团大力实施清洁能源和长江生态保护良意齐飞战略 推进长江大保护工作 2021年,三峡集团在长江流域启动轻能业务布局 逐步推进氢燃料电池动力船研制项目的实施 2022年3月,三峡集团与宜昌携手打造的纯电动邮轮 长江三峡一号正式首航 同年5月,三峡青州一号在中山江农船艇厂房正式开工建造 三峡青州一号是响应国家绿色发展战略 推动区域交通航运绿色转型 加快推动长江三峡通航探大峰探中和 先行示范区建设的示范传播 在推动传播行业和内核航运绿色低碳发展中 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当天位于一张杨家湾码头的 中国三峡绿电绿青示范站也正式投运 该示范站由三峡集团出资建设 站内包括200标方每小时PEM电解水制氢系统 500公斤每日加氢系统 船用氢气加注系统 车用氢气加注系统 8标方每小时氧气冲装系统等相应配套附属设施 每小时可加氢240公斤 满足氢燃料电池传播续航200公里 三峡青州一号的能源补给 也将在该示范站内完成 中国三峡绿电绿青示范站 是国内首个内核码头型制氢加氢一体站 利用清洁电能进行电解水制氢 氢气经过过滤压缩储存 加注等环节 直接供给氢能源船舶 通过燃料电池将氢气转化为 电能热能和水 为船舶提供动力 据了解氢是以高压气体形式储存 危险源管控难度更大 而船舶加氢具有加注量大 持续时间长的特点 因此加注设备不宜采用录用加氢枪 因采用更加可靠的加注连接方式 并考虑船岸之间紧急切断的联动功能 船舶在博安的状态下 加氢机与船舶的冲清口水平距离约为10米 垂直距离受季节性水位的影响 会在5米到11米之间 为了确保安全精准高效地给船舶冲清 我们通过多种方案的笔线 最终选起了折叠机械臂 牵引高压软管的方式来进行加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